新青年确实给沉梦的中国带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 带来了一场以思想启蒙为性子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干什么呢 主要有两条 第一是引进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理论 第二就是抨击旧文化 宣传新文化 他们倡导白话文 提倡标点符号 做汉字注音 如果你不认得汉字 或者读不出正确的音来 你怎么去进行思想启蒙 又怎么能够走向人民大众 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 民主 科学 深入人心 封建 制度 从此失去了市场